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呢 也是画面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构图语言 那我们再看一下镜物的构图呢 还有S型构图和C型构图 左边这幅图呢 是我的一个学员 在2006年的时候画的一幅名为光 这样的一个素描 那它以灯这样的一个可发光的载体作为主体物 那透过一个窗台室外的阳光呢 洒向地面 那么这样的话呢 构成了一种光的一种现象 两重含义相互呼应 构成了一个对于光主体的认知 同时呢 远景 中景 近景 比如从灯泡到一个热台到一个煤油灯 之间呢 又产生了一个 到蜡烛产生了S型的一种 由近到远的一种延伸关系 使绘画呢 从一种含蓄中 体现到了一种对于主题的深刻的认识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一幅比较不错的 带有设计感的素描绘画作品 右边的这一幅呢 是C型构图 题目呢 是早餐这样的一幅作品 画面呢 也是从圆到圆的盘子 到这个叉子 到咖啡杯 有一个 这个以一种灰色 重色 做的那种混关系 同时呢 下面有一张白纸 进行了一个平衡 使这个画面的切割呢 产生了一种平衡的构质 那么同时人的视觉呢 往往在这个阅读习惯上 会从左向右读 所以右边的话呢 从视觉上心理相对要比左边重些 那么它的这个 右边的盘子 和下面的这个咖啡杯 以及下面的头影 以及左侧的 露出一点点的角的灰色的 这样的一个书 构成了一个相对平衡的颜色色块 使画面呢 既有韵律 同时呢 又非常平衡 就是这幅作品 我们再看一下 第五个章节的内容 场景的构图规律 那么场景呢 在绘画的过程中 需要有的 比如说建筑 室内 或者是自然的植物 山川 河流 这样的一些 这个提债要素 那么它包含的内容比较多 甚至场景中还有人物 所以呢 相对构成更复杂 那么我们如何去理解场景呢 要学会把一个场景 概括成几个几何的形体 几何的形状 然后再将这些形状 进行一个画面的主次的排列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幅来自于 伯利盖尔的巴别塔 这样一幅作品 那么传说这个巴别塔呀 它是一个 可以通天的一个塔 如果人类呢 通过塔 它这个登到 这个登上去以后的话呢 可以和上帝对话 那么上帝知道这个事以后的话呢 就把这个巴别塔呢 在这个修建的过程中 把人类呢 分成了这种各样的语言 让他们呢 互相不能交流 以至于呢 他们无法呢 构建起来这样一个巴别塔 无法形成合影 这样一个传说 那么这个塔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方面是非常稳健的 应该从三角形构图来讲 但它又有一种旋转的动感 螺旋上升的动势 是这样一种构制 所以说过于平稳的三角形 实际上是乏味的 但它这个会有一些旋转 会有一些动势 会产生一些新能的效果 所以在自然建筑题材中 可以有三角形构图 那么还有可能有S型构图 S型构图的话呢 表现的是 蜿蜒曲折的小路 会有近景中景的层次 因为S型会把画面 切割成几个部分 每个部分都会有 近景中景的原型层次 那么还有比如说 灵形构图 画面中的话呢 是中景近景远景 形成了一个零形的 也可以理解成是 围字形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 在构制的过程中呢 画面会比较白满 内容呢会比较丰富 那么也要注意 画面的视觉中心要突出 那么还有C型构图 那么C型构图的话呢 是以这个画面的一个 外轮廓框为题材 以一个限定 在这个里面会有一个 C的项面为股价 那么这种股价的话呢 在建筑的过程中 往往会形成一种 近中远这样的空间 那么这两幅作品呢 也是我的学生 在这个被考中央美院的时候 完成了一个考前习作 他们呢都分给 运用的是C型的构图 那么左边这幅呢 还在当年啊 取得了高分 收入在了这个中央美学院的 高分式卷中 那么他的这个作品 你会发现 凸显了画面这种气势 那么近景中景远景的细节 表现得比较好 画面呢也是有 密和书的对比 两根柱子呢 构限起画面一种支撑效果 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画面右边的这幅呢 近景的栏杆 产生了一种细和密的效果 而远景的光和墙呢 产生了一种 输和空 这样的一个 画面有很好的 大的黑 白和灰的构质 画面整体的左侧 C字形 都在一个灰色的色带中 那么右边呢 一个小角的投影 有向上延伸之感 所以是画面呢 既丰富又有秩序 我们在最后看一下 关于人物的构图规律 人物呢 我们也说 它的构质啊 是从文艺复兴之后 画家们都会以人物 以及场景 作为一个主体 主要的题材 那么比如说 我们看到的蒙娜绿莎 它就是一个三角形的构图 单元的 表达稳定的状态 那么 人物的构图 我个人归纳的话呢 也基本上 可以有这个 以下的几种形式 比如说 经济塔式 那么这个经济塔呢 我们之前讲的呢 是一个平稳的经济塔 或者楼空的经济塔 那么在人物的构质的过程中呢 你还可以去衍生出一种 复合式的经济塔 也就是说 你不仅仅是一个三角 人物构同 你可以多个三角串到一起 整体像三角 每一个呢 又是一个局部的三角 复合式三 这个三角形构图 成为了一个 人物的构质 一个基本形式 那么在人物的构质中呢 其实 除了三角形以外 其他的形式 也可以做 复合式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看 这幅作品 叫自由引导人民 是十九世纪的 浪漫主义画家 德拉克罗瓦的作品 表现的呢 也是一种 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 在这种 复合的三角形中 表达了一种 自由的一种 向往和追求 我们再看一下 后面这一章 叫灵形构图 画面中的亮色 引导着人的视线 从头到肩到手到肩膀 形成一个循环 那么也是 把视觉中心呢 最后落到了 前景人物的手上 那么它的 最精彩的地方呢 是在于 所有人眼神的聚集的地方 那么这个也是构图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技巧 S型构图 你会看到 画面的亮色 区域三个人 分别产生了一个 S型的变换脚步 画面既平衡 又富有动感 那么我们在 构制这个 构图的过程中 往往就会采用 相应的 相似的形状 和相似颜色 构成了一种单位图形 进行的一种 画面的一种 神话 排列 产生了一种 S型 单表形 或者 是灵形的这种方式 所以这个呢 它用人 作为一个符号 构成了S型 我们再看 C型构图 这是来自于 鲁本斯的一幅作品 那么人们呢 通过头 手 身体 这种衔接 所有的亮色呢 组成了一个串 那么这个串呢 构成了一个 C字形 使这个画面呢 既具有违和感 又具有 向上的延伸感 这是 养圣母与圣音 这样的一个题材 那么它的视频中心呢 就在于 圣母和圣音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 画面呢 层层递进 使这个 无论从颜色 到动态 使这个画面 更具戏剧性 和这种 戏剧的美感 所以在 构图的过程中呢 我稍微总结一下 大家要注意的问题呢 就是要把一个 空间的 复杂的 三维 这样的一种要素呢 要感悟它的 形式 把它平面化 进行一个 平面式的 形状式的 一种 混关系的 一种组合 同时要注意 画面构成的 基本骨架 还有呢 骨架之间 产生的比例 和运的关系 那么 无论是 三角形 方形 圆形 包括甚至是 C型 O型 S型 甚至是 这个 上鱼式 下沉式 对角式 构图 构图的形式呢 千变万化 那么你在这些 变化的过程中 还要注意 主次关系 视觉的 第一 第二 第三的 要点 之间的联系 以及距离之间 对比关系 那么构图的法则呢 就是 比较基本的 要重视 平衡 和谐 那么也要重视 什么样 画面之间的 物体之间的 理念系 所有的这些问题 要点 我们 串联起来 加上一个 比较好的主题 加上一个 比较好的技法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 绘画的 下一步的 创作工作 所以呢 关于绘画的 构图 要点呢 就为大家 分析 讲解到这儿 希望大家呢 很好的掌握 创作出属于 自己 非常理想的 艺术作品 快上就教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